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ALLO 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日谈》 我是韦婷 乌军出其不意 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俄乌冲突以来 最大规模地面进攻 有西方媒体甚至形容 这是二战之后 俄罗斯本土首次遭遇大规模地面进攻 乌军的进攻仍然在持续 当前库尔斯克的战况如何 美媒称 乌军这次进攻是一场高风险行动 乌军袭击俄本土 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背后有怎样的风险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已向库尔斯克增派了预备队 以及重型装备 库尔斯克 布良斯克 别尔·格鲁德三个州 实行反恐行动制度 俄军的军事调动以及部署 能否击退乌军 有分析称 突入俄境内的乌军或很难扎根 需尽快突围退回乌境内 乌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要请到军事专家 陈浩阳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视频 声称使用伊斯坎德尔M短程弹道导弹 摧毁了乌军第22独立机械化旅 位于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指挥所 击杀15名指挥人员 在接壤库尔斯克的苏梅地区 乌军10日继续增派坦克 有智库组织估计 乌军已深入俄境内13公里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警告 乌军行动对库尔斯克核电厂 构成直接威胁 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 乌军已控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设在苏甲市的一座设施 以及临近别尔哥罗德州的一个村庄 一直保持沉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0日在视频讲话中 首度证实乌军正在库尔斯克作战 他表示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当天汇报了 把战争推向侵略者领土的行动 并称这确保了对侵略者 施加必要的压力 塔斯社报道 库尔斯克边境地区 已有超过7.6万人疏散 民众向北撤离到 140公里外的奥里尔市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斯鲁兹基表示 有消息称法国和波兰的雇佣兵参与了袭击 乌军装备了北约武器 而英国也参与了策划 但西方国家正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 陈先生您好 我们关注到乌克兰的媒体分析说 这次乌军对库尔斯克是进行了 全面的合成军种作战 乌军在这次进攻中采取了怎样的战术呢 您观察战况如何 整体上来说就是出其不意 具体的战术的话 有点类似于22年这个时间的 哈尔科夫反击战 就是快速地向纵生突进 那么达成突然袭击 达成出其不意 然后又要能达成向俄方的纵生快速突进的话 有几个先决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对方在这个地区 防守非常的薄弱 第二个 几方能够达成战术的突然性 从客观角度上来说的话 这两点都能够做到 而且是具备它的条件 首先我们讲库尔斯克 他实际上目前是远离俄乌冲突的主战场 目前俄乌两军主要是在顿巴斯地区 就是乌东地区 还有赫尔松 扎布罗热这个地区进行激战 甚至包括像毗邻的哈尔科夫地区的战况 也没有那么激烈 而在库尔斯克当面的话 基本上包括俄罗斯乌克兰 甚至俄美之间都是达成一个默契 就是不再开辟这个方向上的作战 乌军不从这个地方来袭扰俄方的领土众生 俄方也不在这个地方再打进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等于说乌克兰突然向俄方的本土 发动这么一个成建制的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出乎各荒的意料的 这是第一个 就能到达到了出其不意 第二个的话对方得防守薄弱 我们讲目前俄乌冲突双方的 主要作战兵力 全部都是集中在乌东四个州的 那么在库尔斯克当面的话 俄方仅仅是由义务兵构成的 少量的边防部队 这些边防部队的话没有重装武器 而且训练水平和合成化的程度 都是非常的低的 因此在乌军这样成建制的 并且配备有坦克 火炮甚至还有防空兵器的掩护下 这么一个地面突击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俄军的边防部队的话 很快就没办法抵挡 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斯林斯基 是称赞了这一次的突袭行动 非常的出其不意 取得重大成果 截止到目前 您观察乌军这次突袭 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突袭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刚才说了为什么取得成功的话 一个是出其不意 第二个的话 就是俄军的防守比较薄弱 还有一条 的确俄军在这个方向上 有点疏忽大意 我们讲这次乌军在这个地区 进行突击的话 是集结了几千以上的部队 各种说法都有 有的说先头部队的话 一千多人 但是再加上RT队 预避队 大概有万把人 那么这么一支 包括坦克 装弹车辆火炮 甚至防空导弹在内的部队的 要做这么一次突击的 从集结 到弹药的领取 然后到部队的展开等等 一定是有先兆的 一定是要有一个准备时间的 那在这个准备时间里 俄方 你至少天上有卫星 你好歹也有预警机 所以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 俄方在这个区域方向的话 他是完完全全 非常放心的 认为这个地区的话 是平安无事的 那是可以不用 做任何的警戒的 因此他的所有的这种预警 侦察力量的话 全部放在了其他的方向 这也是一个 乌方能够达成出其不意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到现在来看的话 乌军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战术上是非常的成功 这个成功的话 不仅仅是出其不意 还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 它的确控制了一部分的 俄方的领土 而且是本土的 那么按照西方的 有一些报道的话 各方报道 大概是几百平方公里 这可是在短短的24小时 48小时之内都打下来的 在乌冬地区的话 可能双方每天 要死伤上百人 上千人 才能够往前推进 十几米的纵深 几百米的纵深 这一天之内 就能打下几百平方公里 这个从战术效果 从实际的突击效果来说 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从作战层面 第二个是政治层面 刚才提到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俄罗斯本土第一次 遭到大规模的地面入侵 空中轰炸 乌克兰以前无人机 远程导弹都打过 但是地面的大规模入侵 而且成建制的 作战部队入侵 头一回 去年在别尔哥罗德 今年也是在别尔哥罗德 类似这样的行动的话 都是小规模的骚扰性的行动 甚至去年那一次的话 还不是乌军 而是俄罗斯反对派武装组织的 由乌军交战的另外一方 这样成建制大规模部队的 地面入侵 俄罗斯的本土 二战以来投一回 冷战期间 那个北约那么强大 还从来没有说 地面入侵过苏联的领土 现在乌克兰人做到了 这个从政治影响上来说 非常之大 难怪普京面色铁青 在开会的时候 第三个 他的成功之处的话 他可以有效调动 俄军的作战力量 就是现在俄军的 主要兵力的话 都集中在 敦马斯方向 正在不断地进攻 乌军在那防守非常的被动 而且不断地在丢失政敌 那么在这个方向 突然对俄罗斯本土 薄弱环节 来这么一下的话 那势必 俄军必须得 从其他方向上 抽掉兵力 这样的话 在重点方向上 俄军可能会 他的进攻 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这个也起到了一个牵制的作用 还关注到俄罗斯塔斯社 是在9号报道 正在库尔斯克作战的 车臣特种部队指挥官 阿劳纪诺夫少将 他认为 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 是由北约司令部来领导的 他还表示说 那里有很多法国 还有波兰的雇佣兵 俄方指挥官这个说法 您怎么来解读呢 是否真的有西方的军人 参与其中呢 个人认为的话 这个概率比较小 因为整个俄乌冲突期间的话 你说雇佣兵 在俄乌双方的话都出现 乌克兰方面更多一些 其实俄军也用了一些 国外的雇佣兵 那么这些雇佣兵 它实际上 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没有政府参与的政治背景 它纯粹是拿钱的 因此在乌军任何一个方向的 作战行动中 出现来自某些 其他国家的雇佣兵 这个都是可以默认的 这个跟政府没有关系 那么俄方目前 为什么要指责说 这次作战行动 有西方的雇佣兵 甚至有西方的政治参与 甚至俄方还指责 这是北约组织指挥的 这个是要把这次 如期的性质在网上拔 这个性质一旦 拔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么俄方就可以采取 更加严厉的手段 来进行打击和报复了 但客观上来说 西方从国家层面的话 是不会支持乌克兰 这一次突击行动的 甚至我认为的话 美国政府都有可能 没有提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到目前为止 美国对乌克兰的 在冲突中间 是有一些种种限制的 比如说美国说 我援助给你很多的武器装备 包括海马斯火箭炮 包括远程的战术导弹等等 你开始约定你是不能打俄罗斯本土的 只能打在当面的战场上 那今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 因为哈尔科夫方向的作战的话 稍微松了一点点口 说你顶多顶多 只能打到哈尔科夫 当面的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内 而且你只能打军事目标 不能打其他的目标 为什么 美国政府非常担心 一旦乌克兰越过这条线的话 那么进攻俄方的本土 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大规模的报复 而这种大规模的报复的话 由于它是本土 遭到大规模的袭击 甚至可能会触动 俄罗斯的核武器的使用原则条件 因此美国必须要控制一下 这种冲突的不可控的生机 那么如果美国同意乌军 你去大规模进攻俄罗斯本土的话 那这一下子 有可能会把美国也卷进来 因为如果一旦俄军 真的是采取大规模报复 这对美国的战略是不利的 美方最好是要控制一下这个冲突 在它默认的情况下 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来让俄罗斯受到削弱 这是美方要考虑的 所以俄罗斯方面是通过政治上 来指责美国和北约 但是客观上来说 乌军的这次行动 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先斩后奏的 这么一次单方面的攻击行动 看到美国媒体也是做出了评论 说乌克兰派遣一支 地面部队攻入俄领土 在那儿乌军的补给线 也会更加紧张 目标很难实现 您认为乌军这次突袭 是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呢 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个乌军的战术非常的成功 打了俄方一个措手不及 占领了不少地方 到现在还控制了不少居民点 甚至还俘获了一些 俄军的士兵等等 在政治上影响也非常的大 这是他战术成功 这是他的德 但是这一次突击 实际上可能在战略层面 他的失败成分更多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乌克兰是师大于德 表面上来看的话 一时很风光 但是进去的这些部队 很多的一些军事评论 甚至包括美国和北约的 西方的军事评论的话 可能这就是一次 有去无回的自杀式的攻击 因为我们知道 乌方在这次作战行动之前的话 他在这个方向 是没有太多的部队的 这些部队基本上 是从其他方向临时抽掉的 在这个区域 他的弹药补给 后勤基地 都是不够完备的 并且你向俄方纵身这么突击的话 部队随身 或者是你就算有一些车辆的话 能够携带多少的物资弹药 能够持续你多少天的进攻 那么一旦俄方反应过来 虽然说当前俄方在这个地区 他部署的兵力是相对有限的 乌军是占了一个内线调动 可以快速的这么一个便利条件 但是俄方一旦从其他方向调集兵力 尤其是使用包括远程导弹和航空兵的方式 来切断你的后勤补给 来切断你的后方的道路 桥梁等等 那甚至你突进去的部队都撤不回来 现在看上去好像你占领了某一些居民点 甚至在一个城市警察派出所 那个地方警察局还升起了乌克兰的国旗 这个政治影响的确很大 但是这些部队能不能守得住这些地区 基本上很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刚才说了 俄方可能会被迫调集其他的方向的部队 到这个方向来 会削弱他在多巴斯方向的进攻 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如果你真的有能力 大规模进攻俄罗斯本土的话 那你在顿巴斯方向 早就可以把俄军反击出去 但实际的情况是 乌军现在连自保或者叫防御的能力都不足 只不过抽出几千 大概一万码兵力来 搞一次突然的袭击 某种意义上来说 更多的是一次政治秀 但这种政治秀的话 有可能会惹火上升 因为当普京非常震度的情况下 那俄军将领要执行一些报复措施的话 甚至会多开辟一条战线出来 目前整个俄乌态势啊 包括兵力兵器对比的话 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 俄军一旦在库尔斯克方向又开辟一条战线的话 那么本来就会让乌军捉襟舰肘的整个防线的话 会陷于更多的被动 所以从战术上 他这次突袭是成功的 但是从战略角度来说 失败的成分更多 好的 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俄罗斯向库尔斯克增派预备队 及重型装备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近日谈 欢迎回来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当天凌晨使用温压弹 打击了库尔斯克边境的乌军 有生力量和装备 俄罗斯国防部10号表示 俄军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当天凌晨使用温压弹 打击了库尔斯克边境的 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 展示了苏34起飞 投放炸弹 击中目标以及返回机场的画面 另外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 9号宣布 自当天起 在库尔斯克州 别尔哥罗德州 布良斯克州实行反恐行动制度 以保证居民安全 应对来自敌方的破坏和恐怖威胁 另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9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 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塞尔斯基就各战线局势的汇报 并对乌军的积极行动进行了分析 有分析认为 攻入俄罗斯境内的乌军部队 或很难扎下脚跟 如果有后续部队跟上 乌军有可能攻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取得更大战果 然而 当前乌军兵源匮乏 因此 乌军需要尽快争取 从库尔斯克突围 撤回乌克兰境内 否则进入俄境内的乌军 可能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短片中我们看到 俄国防部表示 向库尔斯克增派了预备队 以及重型装备 俄军的苏34轰炸机 也是使用了温压弹 打击了库尔斯克州的乌军 比尔格罗德 库尔斯克 还有布良斯克 都进入了反恐行动制度 面对乌军的突袭 俄军的应对之策 您怎么来分析呢 我觉得俄方的话 在这次乌军的突然袭击下面 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 甚至在头两天的应对的话 是有点适当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基本上可以总结 这次乌军的突袭之下的话 俄方从战略 战术 以及心理层面暴露出 三个层面的问题 战略上 它过度的侵蚀 或者叫盲目的自信 库尔斯克方向 乌军是从苏美地区 向库尔斯克进行突击的 反过来在2022年的2月份 俄乌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 俄军恰恰也是在这个方向 实施的主要突击 当时俄军的主要突击方向 就是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 从北边的切尔尼哥夫方向 然后从苏美方向 进行对基辅的核击 那么现在反过来 乌军从这个方向来进行突击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 在这个方向上 它基本上没有摆下 那个重兵防御呢 当初你能从这个地区进攻 乌克兰 为什么你不能想象一下 乌克兰会反过来 从这个地方来对你进行突击呢 因为俄罗斯盲目之心 认为美国能够制约乌克兰 我们刚才开始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对于乌克兰 在很多的作战的原则 或者指导方面是有约束的 你可以怎么怎么打 但是你不能怎么怎么打 美国人是给乌克兰画下规矩的 那么这其中有一条规矩 就是你不能动用 美国和北约西方的武器装备 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甚至之前美方是不主张 或者不支持乌克兰 对俄罗斯本土 是大规模攻击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方可能认为 有这么一个默契 那么乌克兰 你看那个主要的兵力 又被大量的牵制 在顿巴斯方向的话 因此像康尔斯克方向的话 基本上属于大后方 平安无事 放点那个边境线的警戒部队 就足够了 这是从战略上 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和轻视 认为乌军不敢越线 也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战略上的问题 战术上的问题 俄罗斯在这一次 当乌军突然袭击过来的时候 而且是成剑制的大规模的部队 攻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看俄方初期反应是适当的 出现了这么几个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俄军的士兵被俘了 然后呢 这些画面一传到网上 然后呢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的话呢 俄方开始紧急地调动部队 这个紧急调动部队之后的话 迅速地又被乌军抓了空 出现了俄军的坦克 在向前运输的过程中间 遭到了乌军的伏击 坦克都没有下平板车 运输车就被击毁了 还有 武装直升机在没有任何的 战术协同的情况下 向前试图对乌军发起攻击 以为能够像去年 对付别尔哥罗德方向 突击的那些乌军一样 用武装直升机就能扫到一大片 结果没想到 对方这回带着防空导弹来了 还有一些无人机 结果他武装直升机 居然被无方的无人机给撞翻了 所以很多的损失 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战术适当的问题 那么这些战略上面的轻视 战术上的适当 直接导致了俄方在初期 他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 这过去两年多时间 除了少量的时间内 哈尔科夫反击战案等等 大部分情况下 是俄方在压着乌方打 是俄方在乌克兰境内 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什么时候轮到你乌克兰 打到我俄罗斯本土了 甚至我俄罗斯本土将近80年来 还没有遭到如此 那个大规模的入侵 所以俄罗斯的老百姓 然后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平台说 哎呀 我们的总统普京在哪里 我们的俄军在哪里 所以这个心理层面 一下子就让俄罗斯 好像有点崩溃的感觉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 实际上反映出了俄罗斯 他目前在军队建设 在整个的战役布局 或者在包括整个战略 对抗中间的一些设计方面 然后还有一些心理建设方面 都存在一些问题 有分析认为 如果攻入俄罗斯境内的乌军 想要取得更大的战果 那么可以攻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也有分析认为 其实乌军很难在库尔斯克扎下脚跟 需要尽快突围撤回乌境内 乌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您怎么来分析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乌军这一次突袭的话 主要目标就是奔着那个核电站去的 因为如果一旦能够控制那个核电站 尽管距离边境线纵深比较远了 有几十公里 但是在俄方这个方向 防御兵力如此松懈 稀少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俄罗斯用少量的部队 占领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 四周尽管全部都有乌军的那个进攻 但是投鼠即弃 所以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 然后呢 这个对于乌方来说的话 它是完全无能为力 你不能拿炮打吧 你不能拿导弹打吧 你既然不能拿重火力打 轻装步兵 你要想攻占一个防御 相对严密的核电站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扎波罗热核电站 仗打了两年半了 俄方只是用了少量的兵力 就牢牢控制 而扎波罗热核电站 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 这个对乌克兰 目前非常紧缺的电力来说的话 损失非常的大 那反过来 如果乌克兰这回能够控制住 俄方的这个大型的核电站 这个不仅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 而且会让俄罗斯本土 被牢牢地打入一个窃子 你乌军如果几千部队 在围绕这个核电站 占领之后的话 展开防御布施 展开防御布施的话 你俄军怎么办 拿炮打拿导弹轰吗 这个显然不太现实 所以那样的情况下 俄方会在政治和军事上 都陷入非常大的被动 当然你可以围困它 让它没有后勤补给等等 但是你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会非常被动 所以我也认为 可能乌方开始的主要突击目标方向 就是这个核电站 但是好在乌军投入兵力 还是不够多 俄方迅速地调集了一些 包括航空兵在内的一些兵力 重点就是防范乌军沿着公路 向这个核电站突击 现在只要把这个核心目标守住了 那么乌军整体的这个其他的 占领一些居民点 这些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这个很快就能够收复回来 所以乌军的确是在前几十个小时 是占领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它整体的大目标 还是没能实现 那您分析总体来说 乌军这次的突袭 对于当前的俄乌局势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否使俄乌冲突的烈度再次升级 肯定会升级 这个升级的话体现在多个层面 比如说战线会进一步地拉长 之前的做交战重点 主要是在敦马斯地区乌冬 卢干斯克 敦尼斯克 扎布罗热 赫尔松 哈尔科夫方向打的都不是特别的激烈 现在有可能会一直又延到 苏美方向 切尔尼科夫方向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俄美之间的默契已经打破了 美国不承认说 我提前允许 我知道乌克兰这么攻击 既然你乌军已经 从这个方向打过来的话 那俄军完全可以调动兵力 回头从这个地方继续进攻乌克兰 所以第一个升级战线会拉长了 第二个升级 政治上乌克兰会更加地被动 好的 今天感谢陈先生 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